疫苗接種 當部長說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也不要因為這個事情影響了疫苗接種的進度 那現在的問題只是在於說 25例死亡要怎麼樣去消除人民的恐懼 就這個部分其實昨天前疾管局的局長舒逸人 他有提到過去他一直在跟疾管署強調 對這樣的接種疫苗死亡的案例應該要盡情解剖 並且對外說明 那現在其實指揮中心有這個權利 所以他的建議是說在大規模的接種初期 是不是解剖的人力一定要被阻 因為我國的法醫人數事實上並不多 健保署也應該在協助資料佐證等等 給予指揮中心最大的資源 現在這25例報告理論有提到3例去進行司法解剖 那其他的部分要做怎麼樣的處理 這個報告有提到因此需要藉由回顧病例資料或解剖離清死因 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回顧病例 然後不用做解剖還是每一件都要去做解剖 看起來書局長的建議是說每一件都要去做解剖 那指揮中心的態度是什麼 第二件事情這25例裡面的3例裡面有提到 截至目前為止除了3例這個是初步判定死因是心血管疾病或慢性病死相關之外 其他的三位有死亡個案被判定為與疫苗相關 但是疫苗救濟制度其實它有分成三個類型 一種就是有關聯性 一種就是無關聯性 但是中間還有一種叫做無法判定 在這樣的疫情的情勢之下 其實每一個人去接種疫苗的同時 他承擔這樣的風險 但是他也在幫助這個社會 進一步能夠讓台灣社會早日達成群體免疫 應該是說世界各國那樣不惡法門啊 只有這一招而已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疫苗的救濟應該要盡量放款 讓人民可以安心 所以應該說明的有兩點 一點就是這些死亡的案例死因為何 這個清楚的說明 是不是應該透過科學的方式解剖 或者是說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可以去了解說死因為何 那第二個層次其實應該要去說明的 如果一旦發生了這樣的不幸的時候 這個疫苗救濟制度 是不是應該要盡可能的去放寬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二月的時候 衛福部修改了它這個規定 把無關的部分又加進了一項 醫學實證未支持其關聯性 把它加進去了 法界其實有很多的討論 這樣把無關的要件又增加 是不是會讓疫苗救濟變得更窄 所以這個也要部長去說明是說 如果我們要早日達成群體免疫的話 疫苗救濟制度應該去放寬 而不是說再增加無關的要件 第三個部分 如果沒辦法證明無關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在一個無法確定的範圍之內 人民也是可以得到損害的補償的 基本上在這個制度裡面可以清楚的去說明 從這些死因可以看得出來 每一個人去接種疫苗的時候 他承擔了這個死亡的風險 實在地讓黨團昨天提出來的 許多的案件裡面 包括國產疫苗的EUA的標準 以及它審查的過程 這其實應該要公開透明 這個標準也沒有什麼不能夠公開的 標準就是一個法規範 它本來就是應該公開 讓人民有可預測性 昨天保留了我們很多的提案 這個部分應該要重新再來審視 那這樣也可以讓將來國產疫苗 能夠獲得人民支持 讓人民能夠更加信賴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一步